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该怎么布局 今天来问你请教分析师 欧世俊了 世俊老师好 听见五安 大家五安 尽管台北股市间开低 不过力拼守住前低16202点的位置 那么很多的AI股先跌的先直稳 已经开始出现了缓步震荡走高的态势了 有没有哪些个股短线搭上了 业绩筹码面的优势已经率先转强 有望成为10月份的反弹及先锋的 先问你来请教分析师 曾英杰了 杰帅老师好 听见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世俊老师带大家来看看 今天的盘这个节钱 还是观望气氛非常浓厚 所以我们看到三大法人合计 是卖超48亿元 外资算连8卖 可是今天卖压的这个力度 已经大大降低了 今天是卖14亿 投信继续买 买超20已经是连40买了 其实世俊老师昨天就有提醒大家 其实最大的卖压就在昨天 肯定你想要在节钱提款的昨天该卖的都卖光光了 不过今天看起来是 在美国股市这么恐慌瘦 开低还有人愿意进场 承接做拉台 他们着眼的已经是10月份的行情了吗 布局什么呢 对 那昨天是最大的卖压 因为昨天卖是明天可以拿钱嘛 所以说大部分最大的卖压就在昨天 昨天这个美股是中错 这跌势相当惊人 光这个费半就跌了1.7% 那四大指数全部大跌 结果台股居然可以开低走高 所以代表说 这边大概短线跌差不多了 那就明天应该有机会反弹 因为台股好像都会先领先 像昨天台股大跌 然后美股就中错 那今天台股反弹 那晚上美股就铁定会反弹 那反弹完明天应该是小涨小跌 因为上去的话 它这边有半年线的压力 也不会有人在这个结钱这边 大局布局 那我们先看一下筹码部分 外资连巴卖 不过你看它卖14亿而已 这是相当少 因为昨天美股中错 它只有卖14亿 看起来卖压已经稍微减缓 毕竟你说新台币要再贬到哪里去 应该也有难度 毕竟贬到了一个相对的 比较低的位阶了 然后再来空单还是有8200多口 所以可能要短信要大涨也难 我们就等这个中秋回来再看一下 好 那其实最近美股是相当的 利空很多 包含了这个恐慌指数飙高 5月新高 美债殖利率飙高 10年美债殖利率飙到4.5% 也是近期新高 那美元涨 相对于就是台币会贬值 外资就会做卖超 不过就技术面来看 前低16264 我们讲过这个绝对不能破 是 那其实这几天 其实都有手术 就是缩盘价其实都有手术 那今天的最低点 所以小破一下 又拉上来又前低 你看划过来 其实都没有破 收盘价都没有破 所以看起来有利手前低 那就看一下这个 最近是关股买得很用力 那如果关股再买多一点 那其实搞不好就有机会做反弹 那现在这两天 应该没什么人来做这个 当冲隔日冲了 因为想放假 去放中秋节假期 搞不好就先放假 明天请一天假 就放4天 所以接 你会看到说这两天涨的 搞不好会气势延伸到10月 因为就是领先卡位 对 那其实我们这一步也帮大家追踪 因为包含了投信 你看连40买 所以其实市郡最近很多追踪股票 都是看投信近期有在布局操作的 那我想是请市郡帮大家追踪一下 投信他们有没有哪些是 可能不管是作账结账 差不多明天也结束了 我们要展望的是在第四季 他们布局的新方向 有什么样的讯号 大家可以提前卡位琢磨呢 好 那如果说第三季投信买的 比较多就是一些AI概念股 包含了PCB 以PCB为主 最多它不是都金像电 然后这个见顶 那我们去抓一下 就是最近投信布局的 因为最近的最大的买家就是投信 他买了40买 1000多亿 其他的自营商跟这个YS都是卖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 找这个目前最大的买家来看 那去找他最近买的 我发现我捞一下最近的资料 其实买的好像都有涨 包含了像去挑一些条件来看 就是最近五天买超 有买的 可能他会买到第四季 因为是刚刚才开始布局的 并不是说买了一整季 那就可能会提防他的结账 搞不好就是第三季过完之后 马上结账也有可能 之前常发生 持股比例最好小于10% 这样再还有机会再往上买 因为如果买超过可能15% 18 19% 其实就很难再买得动了 然后股本最好是小一点 如果说最近十几天买的排行榜 联电 阳明 赵丰金 这个都是大型股 投信怎么买得动 他买不动 那是外资的股票 所以最好找股本小于60亿 土洋同买最好 如果投信买 外资卖 那可能股价就不会动 所以土洋同买是最好的 哪些产业我看一下 最近投信买 第一个AI 比如说我们上礼拜就讲说 AI其实可以抢反弹 像今天广达涨了3%多 骑鸿是不是最近也涨 然后这个技嘉最近 是不是也就连续好几根红K 所以上礼拜 其实是最佳的抢反弹时机 台股破底 AI有没有破底 没有 AI其实慢慢的在打底 因为你第四季 你真的要有选举行情 你就一定要拉AI 你拉其他的都没什么用 就是没什么 让人没什么感觉 好 再来车用 车用的话 其实最近也算蛮强的 投信也有去做布局 那重电 然后还有这样 消费型电子也很重 因为最近华为推出新机 然后预购相当热 卖得也相当热 苹果也卖不差 所以消费型电子这一块 已经沉寂很久了 库存打消的差不多 其实投信都有默默在做布局 好 其实既然要看投信 在布局在卡位的一个方向 我要请视频 把我们从个股部分来做追踪了 今天这个中山 股价表现在盘面里 它是呈现代量功高 在闷盘里面 它真的表现很突出 看一下投信 这也算是刚刚开始买吗 还有没有机会来 这个继续再买下去的呢 应该有机会 因为我是没看今天 我觉得今天投信应该也买满多 它不会跳空开高 一开盘就5%多 然后还一度这个 好像是快涨停这样子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中山 中山主要是有做再生晶圆 钻石碟 砂轮 其实之前的股价是很牛 不过底部打得相当漂亮 今天这根K棒其实很 相当的不错 相当关键 因为你看它爆了一个大量 然后为什么会留上很线 因为前高在155.5 消化一下这边的套牢卖牙 今天最高点是155 有没有看到 所以今天留上线 我觉得它不要太紧张 它说盘还是涨了 差不多6% 它的利多题材 就是说3奈米的钻石碟 其实产能是满窄 它说国内市占率 大概有6成左右 可能有传出 就是在研发2奈米制程用的 钻石碟产品线 可能会在2025年 当然还有点久 不过有这个利多出来 今天先攻 那投信刚买而已 有没有 刚买而已 一买然后就涨 所以说可能会不会是这个 第四季的布局的股票 有可能 我们拭目以待 好 既然想要第四季 投信布局的一个股票 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图群 叫消费性电子 通常手机的拉货忘记 还有反应业绩 好 现在差不多在第四季 会是一个主秀 照例这档为什么特别点出来呢 当然就是跟华为有关 你看照例它其实就是做这个 轴层嘛 手机轴 那折叠手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轴层 我们先看一下 投信也是昨天第一天买 今天就大涨 其实这档股票之前就涨很多了 这涨 你看一下 先看它赚不获利部分 就是营收跟获利部分 因为你一档股票要涨 毕竟营收跟获利要起来嘛 8月份营收是8.7亿 是110亿年来的新高 那因为之前涨很多嘛 所以被破 就是要公布它的获利 光9 七月就赚0.98 那上半年才赚2.1 2.21 它光7月就赚0.98 所以第三季一定的获利 一定相当好 因为第三季是拉货 那第四季也不会太差 再来看一下 中国的大客户就是华为 这个折叠手机卖到翻 这个Mate X5 就是预购相当的热烈 那这个爱国心拥护 所以一定是卖得非常好 是高居中国排行榜是前两名 第一名就是苹果 所以说拉货的情况下 7到9月 这个手机产能是满窄的 那其实这个照例它在中国 它是布局相当久 渗透率大概5成 而且粮率相当高 这个轴层粮率有85到90% 那我们看一下投信买第一天 这个技术面来看 等于说有展完一波 但是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没有跌 它只是做横盘整理 那如果说横盘整理的话 你就抓这个区间下源 刚好回到月线 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可是我觉得横盘整理 你看这个区间下源 如果有再回到区间下源 可能125附近 你可以做个布局 那还要再攻 前高的话145还是要就突破 才会再攻 好 那视讯文也帮大家追踪一下 你之前有没有提醒大家 第四季旺季的一块 很重要的族群叫AM AM的部分的话 今天你就要讲东洋 可是东洋如果看投信 投信已经买一阵子了 这还能追吗 好 那投信买一阵子 就要看它持股比例了 持股比例如果10%一下 就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那你看持股比例4% 其实还好 没有到非常高嘛 对不对 AM族群本来就是第四季 其实我们在这礼拜 都有去追这个AM族群 第四季是旺季嘛 对不对 那现在新台币你说 还是一个贬值的趋势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大升 所以这个AM族群 都有会对收益 那其实说龙头的话 最早涨的就是东洋 东洋先涨完 然后再涨耿鼎 再涨提威锡 那今天耿鼎提威锡 因为昨天创高之后卖压 杀下来之后都拉尾盘 所以我觉得东洋 搞不好明天又继续拉 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 这个投信记作上最后一天 这档你看 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也是横盘而已 它连14线都没破 所以算是超强势 搞不好明天可以拉个尾盘 拉个大红可以都有可能 那我们先看一下 那因为8月的 它在8月在AM这一块 营收是创高 第三季其实获利 大家也是看得相当的不错 那因为刚刚讲到 新台币走扁 所以还有一些 这个业外的营收贡献 法人是沽 今年可能赚到4块8 所以跟去年 YOY是成长32% 那这档的话 就是横盘整理完之后 钱高 因为你看它是 最大量在这 你往下抓 它的最大量低点 其实都没有破 那这个高点一攻过 我觉得都还有机会去挑战 法人预估的目标价 那都九字头 好 那因为明天就是 秋节廉价前的 最关键的一个交易了 那我要请试卷帮大家看看 如果真的很想卡位第四季题材 你有什么目前选股的依规呢 其实选股的依规就是看这个 大户在买什么 大咖在买什么 所以要去看最近券商赢最多的 赢钱赢最多的 那最近我统计 最近最会买的赢最多就是新加坡瑞银 他昨天买超的第一名 叫做广达 今天广达成绩很久了 今天其实涨了3.6% 相当不错 那我今天再帮大家统计 如果说你要卡位这个中秋节的 就是节后 什么股票容易涨 我帮大家统计 赢家券商的买股名单 一样就是前两名的外资 跟前两名的内资 他们今天买什么股票 我直接帮大家统计送给大家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扫描这个QR Code 手机拍一下OK 然后或是你在LINE 打这个小老鼠打BNG888 也可以搜寻到这个 我的这个LINE 然后右上角记事本 我要更新一下 4点半才会放上去 4点半之后 然后有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扫一下 我就送大家这个赢家券商 买股名单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这两天的盘相对是 比较沉闷一点点 不过在盘面当中 有一些是赢家券商 或是一些那次法人 早就在进行卡位 的一个方向跟标定 他们都在买什么股票 有没有机会成为 第四季反弹的极先锋 可以在世俊老师 赖群组里面 在掌握进一步的一些 筹码面的新变化 好 今天还讲各国 大雅要挑战极限反压了 第四季 政策题彩股 反攻号角 正式响起了吗 还能不能继续做追进呢 等一下回来 来请教杰帅老师 欢迎回到600股民开讲 来关注一下今天台币中场市饼 1.7分都收在32.245元的一个价位 好 要来请教杰帅老师了 其实今天的盘 我们那么的说 它算相对强 昨天美国股市大跌 台北股市今天开小低之后 就开始一路做拉高 我们那么说 这个地方也差不多可以确认 最恐慌已经过去了呢 谢谢婷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 昨天美国股市中场道琼 是跌了388点 看起来真的有很怕死人 但是我记得我在昨天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昨天台北股市可以说是 最恐怖的行情已经发生了 我昨天也讲了 最坏也就这样 所以说接下来 基本上它已经反应过后 台北股市就不太容易 再继续往下跌了 再从形态来看的话 基本上这几次 来到了低档地区 这一次叫12624 然后近期的低点叫16202 但是收付的时候 也有收在这个16264之上 今天也一样 收在这个16264之上 所以这个底部 其实越来越明确 在技术形态来说 我觉得形态是最难判断的 一个技术的一个东西 所有的指标基本上 在低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不管是看均线 或者是看任何的技术分析的 一个数据你都会发现 当低点来到的时候 所有的数据都是显示在空方 一定都是这样 但真正的低点就是会出现在 那时候 同样的逻辑 你去看一下前年的18000点 当时来到18000点的历史的 一个高点的时候 所有的技术指标一定都是偏多 都是站在多方 但是从形态上 其实如果你能够研究深入一点的话 基本上要抓到底部跟头部 就不会很困难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 现在现阶段来看的话 它仍然是一个主体的结构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 下个礼拜就是10月份 10月份又怎么样 来看一下过去的历史资料 过去30年 各位这是30年 不是3年 过去30年台股第四季的平均涨幅 高达7%左右 好 假设以7%计算的话 我们来换算一下 现阶段的台北股是在16300 1%是160点 我们就是160点 把它乘以7%的话 会不会有千点的行情 我认为机会很大 如果千点的行情来到的话 各位换算一下 我们今天来学数学 如果1%的行情是163点 你把它乘以7%的话 大概是1000多点 那1000多点不就来到这里了吗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第四季的行情 是非常有机会 来挑战这个高点17463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弯腰减钞票 因为它杀下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弯腰减钞票 但这钞票要减对 怎么减呢 来 各位 当然要买一对股票 那当然我说了 股价起涨的讯号 我也交了一年多 不要说交 分享了一年多 那第一个条件就是MACD要黄金交叉 第二个条件要突破整理平台 那为什么光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可以讲一年多 因为这一年多来 我验证过无数档的股票 就拿上次股民开奖来讲好了 我们是不是抓到了系统 跟这个定义投控 它足足涨了一倍 所以我们也是用这个方法 找到这两档股票 所以这个方法它是可行的 它是经得起考验的 而且一年多下来屡事不爽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成功的方法 复制每一档标股 当然股票这么多 我说了 我一个人也不可能每天 在那边看一两千档股票 所以我找到了 这个正确的技术分析之后 我就交给人工智慧运算的方式 帮我找股票 因为人工智慧运算的速度 绝对比我在那边找股票 看股票还要更快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在底部起涨的时候 发现到有哪些股票 可以做立即进场的动作 我们来讲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三档股票之前 我们先追踪一下 昨天讲的股票 我们来看6139的亚翔 来 各位 亚翔这档股票 昨天亮灯涨停板 这个昨天亮灯涨停板的前一天 我就已经事先在我们Light里面 有跟大家公布这个 底部起涨训绕的股票 那这个Light公布完毕之后 昨天亮灯涨停之后 今天再涨3% 换句话说 这一档股票 你只要看我们这个 昨天股民开一档节目 我已经告诉你 它为什么会涨的理由跟原因之后 今天再涨3%就已经13%了 所以你说大盘真的表现不好 难道没有股票吗 还是有股票 好 那到底有没有类似 像亚翔这样的股票 我们就来讲一下 大亚1609 它跟亚翔共同点就是说 亚翔我当时在讲的时候 它的MACD才刚刚形成黄金交叉 那这一档股票今天并没有什么涨 我并不是说因为涨停板 我才能拿出来讲 而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到底有什么股票 现阶段是可以弯腰减钞票的 那这一档股票 它的MACD刚刚形成黄金交叉 而且这一根K棒已经突破整理平台 今天是进入MACD黄金交叉的第二天 那这一档股票 我今天会公开拿出来讲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认为这一档大亚 它是后市有机会 涨幅在往上创新高的 所以我今天拿出来讲 是做一个事前的一个预告 那当然我们是怎么样 发现到大亚这一档股票的 来 这个人工追告诉我们 9月26号就是昨天 它是不是在这里 趋势已经正式转多了 由绿变红就是趋势转多 那趋势转多代表什么意思 它才刚刚开始发动 我们做股票 当然就是要买在这个起涨点 那起涨点通常它都是会来一个 先来一个出生段 出生段绝对是做股票 最好赚最轻松的一段行情 那既然股票它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所以我们当然要挑软市值来吃 当然就是在它起涨之前 起涨之前的底部 我们就要赶快做一些布局 所以在昨天的light里面 我们也有在节目上跟大家预告 我说了昨天有两档股票 那一档股票基本上就是大亚 那昨天下午4点钟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今天再拿出来讲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希望让全国的股民都知道 这一档股票 现在它才刚刚开始发动 那当然你说今天 有没有找到新的底部起涨 训绕股票 每天都有 其实2000多档股票 要找到这种股票并不是很困难 那我们每天都会帮大家准备两档 那各位现在其实基本上 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这个QR Code 然后直接到我们记事本里面 赶快去看一下 因为已经公布了 看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两档股票 到底是哪两档股票 那有不懂的地方 都欢迎各位来做私讯 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我们经营这个light最主要的目的 并不是说要跟大家分享标股 这不是我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我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个 正确选股布局的一个方法 因为只有方法才可以让你受用一辈子 否则我们讲真的 像上一次股民开讲 就算我告诉你系统 就算我告诉你电影投控 你的100万赚了100万之后 难道100万就可以花一辈子吗 当然是不够 你要终身都能够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源源不绝的取得财富 这个方法一定要正确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最主要 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正确 选股布局的一个方法 所以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加light 并且用最正确的方法 在股市里面成为一个快乐的赢家 这才是我最大的目的 好 接着再讲一下 上个礼拜跟大家提的这个华金 是 华金上个礼拜在提的时候 它也是MACD黄金交叉 各位可以看到它今天 最后是不是亮灯涨停 锁住了 对不对 那锁住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档股票它基本上 就算近期大盘跌得东倒西外 但是它依然有它的路要走 它的路是什么 就是只有一条路 就是往上喷 那为什么它有条件往上喷 各位看一下 我们从技术线型来看到 我们技术线型最重要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为了要抓到这个起涨点 还有起跌点 这样我们才知道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那这个起涨点 在上礼拜跟大家预告的时候 当时的MACD 才刚刚形成黄金交叉 而且这一根K-PON 也突破整理平台 如果上礼拜有看我们节目的话 今天这一根掌停板 完全免费送给大家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工智慧怎么说的 9月21号不就是上个礼拜的事情吗 9月21号上个礼拜的时候 这一根K-PON突破整理平台 这里趋势转多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上礼拜 事先再趋势一转多的时候 马上跟大家做预告 所以你绝对来得及布局 而且也绝对赚得到 今天这一根亮灯掌停板 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 我们是不是在9月21号那一天 各位可以看 追踪一下我上礼拜的节目 当时的华金 我们是在9月21号 记事本里面也有跟大家做一个预告跟分享 所以投资朋友 我说了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股票 或者是你找不到在股市里面 找股票的方法的话 都欢迎各位 扫描QR口直接加LINE 那今天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第三档股票 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上全这一档股票 涨了一段行情可不可以再买 来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地方今天有股民 传私讯给我 问我说这档股票 现在到底是多少价格还能不能买 我直接斩钉截鞋告诉大家 这一档股票目前还是一个完整的多方架构 那可是股民又问 老师阿姨连刷QR口两天下来 今天总要翻空 我跟大家讲 这个要翻空的条件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根K棒的低点 来 各位仔细看 这一根K棒的低点只要不破 它都还是多方架构 因为这一根K棒是突破了这个整理平台区 所以这一根K棒低点只要不破 之前我认为逢低都可以做承接 所以说各位千万投资朋友 来找我们的Lite到底可以得到什么 来 各位首先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 最新的这个技术科学的方式 找到这个起涨讯号的股票 像这个上全之前就跟大家讲了 9月5号跟9月7号买进之后 到现在你可以从AI的系统里面看到 它目前还是一个多方架构 而且目前的投资报酬率相当不错 有36% 所以说我跟大家讲 在我们的这个记事本里面 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都是一些重要的观念 包含每天早上的大盘技术分析报告 还有每天的直播教学影片 都是用这个最科学的一个依据 来帮各位寻找最正确的一个 布局的一个方法 还有最正确的选股的一个逻辑 当然到下午4点钟 这个其实这个不是那么重要 不过我相信股民最重要还是要看这个 这个就是要验证 我们的方法到底对不对 每天我们都会精选底部起展个股 那今天一样有两档股票 欢迎投资朋友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那目的很简单 我就是要跟全国股民交朋友 如果你找不到好股票 想换股超过 可以直接加LINE之后回复888 回复888之后你可以得到什么 第一个扫描QR Code 或者是透过这个ID加入之后 输入888的目的 最主要就是要索取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教学网址 今天的教学网址 就是我今天所录制的直播教学影片 那当然如果各位想要验证的话 是可以到我们的记事本里面 去看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精选底部 起展个股 不要说明天亮灯涨停 你又说来不及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加了LINE之后记得 如果你想要看一下 我们的人工智慧选股教学影片的话 今天我已经录好了 那录好之后 各位只要再加LINE之后 简单回复三个数字 888三个数字 我们就会直接把这个影片 直接完全免费的奉送到 各位手机的LINE里面 所以欢迎各位利用现在 拿出手机扫描QR Code 和利用ID直接加入之后 回复888 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 要提供给你的重要资讯 好 其实介绍老师 这一锅一起引领大家的第四季 根据歷年的数据上涨 几率还是高的 所以算这两线行情相对亮缩 但是还是要用对方法 找到底部刚刚起掌的 效果掌握布局的契机